在近日新版防卫大纲揭示的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中,日本为其首款卡车炮,其装轮155毫米榴弹炮,下文简称日制卡车炮变列了七门炮。 总额达48亿日元,约合3亿人民币的运算粗略算来,即便不考虑换装和训练费用,日制卡车炮的单价也达到了惊人的7亿日元,约合4300万人民币。 而从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文件来看这些卡车炮,将用于替代FH70型牵引式榴弹炮。 但从FH70多达422门的装备量来看,日制卡车炮的总换装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。 图为使用德制卡车底盘的装轮155毫米榴弹炮,即便只替换400余门FH70牵引式榴弹炮中的200门。 日制卡车炮的前后预算需求,也极有可能突破3000亿日元,近190亿人民币。 在日本防卫预算已经超高的背景下,这样的大项目很难经的起质疑。 而最为重要的问题,首当期冲FH70寿命上层为何需要替换从使用强度来看? 日本对FH70从来都是轻拿轻放碍于土地面积问题。 FH70在日本国内从来就没有进行过强装要的最大射程射击。 只有到美国国内训练时才有机会爽一回。 图为在美国国内举行的轰雷赋2014演习中登场的日本时事坦克事实上。 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国内的演习更像是演戏FH70不要说最大射程射击。 就连持续射击都少之又少这样一来。 FH70的身管寿命、消耗、气筋都非常轻微要继续用下去,根本不是问题此外。 相较于日制卡车炮FH70,还有一个日本人自己难以齐取的优点。 目前该炮的净重不包括人员和弹药,就达28吨。 根本塞不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C-2运输机,而体重不过10吨的卡车炮,能由C-2携带两门。 战略机动性不成问题,图为装载M777牵引榴弹炮的C-130运输机。 牵引炮的优势就在于此而在实际使用上。 日制卡车炮更难以做的自行榴弹炮随停随打那样方便。 其若要想从行进模式转换到射击模式,和FH70一样,要展开接地的助手和脚架,以确保稳定性。 换句话说,日制卡车炮能带来的变革,仅仅只是省去了,把FH70从牵引车上拖开这一步骤。 其在火力、关描、指挥控制上,真难带来根本性的改善。 这都是因为日本陆上自卫队仅想着换炮、对火炮附属的配套设施,从来漠不关心土,为日本OH-1侦察直升机。 该机目前基本处于停飞改进状态。 比方说,作为得知炮弹落点正确以后的观测点,直升机在现代远程炮兵作战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。 但是,陆上自卫队为一具被炮兵观测修正能力的现代化侦察直升机,OH-1从2015年起,就因为引擎缺陷接入停飞。 这意味着,在过去的三年,以及未来的若干年里,陆上自卫队无论在先进的榴弹炮,都是争点瞎打没打重拳靠猜,图为配合神剑制导弹要使用的M777牵引式榴弹炮。 至于激光制导炮弹,GPS滑翔炮弹,能回传图像的先进无限宽带侦察设备之类战力被增弃,陆上自卫队更是一概没有而这些配套设施,哪怕只要能野进一两件。 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支援效率,都能成为增长事实上。 日本防卫省对卡车炮打低算盘,不外乎是经济账,FH70的九人炮班,若能缩编成卡车炮的五人车组二百门炮, 每年就能节省四十亿日元。 除此之外,对于需求旺盛的亚非拉国家来说,寿命上新的FH70也是非常不错的冲心炮, 不过横算数算这些好处,对于陆上自卫队而言毫无关系, 也无异于提升后者听着响的水平利润T-O。